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山在出场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 他这个进攻啊没有组织起来 对 就你进攻没有给泰山队带来压力 八个人在对方半场 过掉 右脚打门打在防守练的身上 二脸 瓦克在跟进远射 漂亮 颜柄再补射有了 刘冰冰 对 17分钟破门了 刘冰冰 赛季第一个进球 在倒数第三轮来了 不晚 对 17分钟山东泰山进球了 关键是克雷桑这个突破 你看他选择的 这个时机 这个点 黄振宇远射 打得也漂亮 打得力柱 然后刘冰冰跟进补射 这是连续三角射门 停 打真漂亮 反应很快 对 右脚脚弓把球端进了球门 但是这个八级球员有些时候他确实他不按常规路的出牌呀 哦 漂亮 传球穿透了两个方式路员 又倒到左脚 好球啊 漂亮 好球啊 漂亮 37分钟2比0 这个球打得漂亮 是的 边路 中路结合的都非常出色 这次传中没有辜负 17分钟一个 37分钟一个 再看啊 这个配合 传球之后没有停下 克雷桑的传球 穿透两个人 再倒到左脚 传 漂亮 这次投球非常好啊 陈浦加了一个助攻 这个球漂亮 最好的第一点就是陈浦在边路跟克雷桑打这个配合 他传完球之后没有停在原地 继续向前 继续向前 然后克雷桑及时把球传出 对对对 这山东泰山这个人员还是厉害啊 能打的球员太多了 好球 漂亮 这一脚射门也就是运气不好 没有打进啊 要不然上半场结束前扳回一个球 这比赛就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 这球C的非常好 对 带球向前 漂亮 这个球啊 开场15秒钟 下半场开场15秒钟 田津金魔虎追回一个球 哈达斯跟上半场的哈达斯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球是两个后腰啊 黄振宇跟彭欣利啊 两个人在防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不默契的情况 天津金魔虎的节奏来得这么快 你看这两个大脚打上去以后 等犹豫都等着对同伴 拿球 对 再掏下来 左脚非常稳健 打了球门的右下脚 进球队人是8号哈达斯 老胜比分2比1 彭欣利最后还捅了一脚 捅了一脚呢 这球啊正好落在哈达斯的脚下 这帮大雷起来肯定得开马 这个坐镇在中场中路的黄振宇和彭欣利两个人出现了问题 再打 这个反应太快了 1分02秒之后 山东泰山又追回一个球 这样的话3比1还是两球的领先优势 准备好了 是家乡的小茂吗 持球瓦科 漂亮 这个球关键停完之后 对吧 停完之后他这个处理 杨子豪呢对这个球的判断 其实他已经回到位置上了 但是他只是注意位置 并没有注意脚下的这个皮球 对 你看这个防守 他已经回到 但是他没有看球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人球啊 都要兼顾 这个时候一定要兼顾 对 因为这个阶段的话 克雷桑他处理球已经非常困难了 是啊 漂亮 这球 彭欣利断得很清楚 哎呦 清楚啊 漂亮啊这个球 63分钟 克雷桑 克雷桑 这个球传得清楚啊 这有点像这个 玩这个 就是这个手机游戏一样是吧 断传传 对吧 打打 对吧 确实是好 你看啊 这个不完整啊 传球的时机 没毛病 没有一个位 然后呢 克雷桑右脚打得也非常巧 推了个直线 漂亮 四比 这是大比分 好球啊 一会儿看有没有越位 克雷桑前插 拿球 右脚爆竿打门 门将拖了一下 助理台湾示意是球分球 这样的话 克雷桑前插没有越位 再来看啊 拿球以后看队友的位置 前插 这个球真不好说 对 我觉得从古林进口角度来说 没有问题 裁判判判 泽卡 他如果一旦恢复到他的最好状态 他对球队还真是起作用 是 他真是起作用 而且他不仅仅是有身高 他脚下技术 控球还是不错啊 而且他还是一个整体型的球员 对对 嗯 这个时候主台犯 孙雷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中超联赛第28轮 山东泰山坐镇主场以4比 战胜了天津金门湖 我跟着他猜ock 糟糟糟糕 本日也发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